其實我們主要就是可以很快 Google Map已經算快了 我們兩次課把Google Map V2搞定其實算已經不錯了 但是至少你們應該會遇到問題 不過問題也沒關係 就是說應該都是可解決的 而且到目前為止應該還算順暢 都是可以被解決 而且有同學也有試什麼Dropable 結果不能 一定要按住不要放 那個D標才能夠移動 要按久一點 要同學提供的意見 另外的話那個位置你可以調一下 還有那個icon的圖示也可以去更改 不過你會發現做這麼多事情 看到的其實還是有限 所以如果說我們換另外一套東西 有沒有辦法快一點 因為我們的時間不是很多 所以我把那個重點跟各位提示 比如說第一個 在PhoneGap裡面怎麼做開發 那我也提供給各位工具 其實你們只要把這個工具打開之後的話 等一下先下載幾個東西 總共我有打包兩個東西 也在雲端上面 第一個就是在我們的第14章裡面的那個 那一個是已經做好的PhoneGap地圖 在第14章這邊 那一個是如何把PhoneGap打包到 我們Enjoy SDK的Eclipse開發環境裡面 那以後的話你可以把它當範本 這兩個都是範本 一個是PhoneGap的範本 一個是打包到Enjoy裡面的範本 所以這邊的話第一個是 我這邊有一個檔案是這個檔 GoogleMap的JQuery 你把它下載下來 OK那下載下來解壓 把它解到桌面上好了 第一個 那裡面的話實際上就是一個網站 你其實你可以也可以把這個 這個當一個網站 就是 那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在那個上面 一個PhoneGap的Google 這個是一個如何把 PhoneGap做好的這個專案 把它放到我們的Eclipse裡面 也是變一個專案 所以這個是一個專案 你可以把它匯入進來 然後呢 怎麼樣再把它放到裡面 變成我們的專案的一部分 其實這兩套就可以 而且無縫的 放進來喔 幾乎是看不出來 那這怎麼做的 其實非常簡單 裡面的話就用一個WebView 有沒有WebView然後把它全螢幕 全螢幕之後就看不出來 所以在手機上Run也OK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方 做好的類似像 這個先從 所以你只要懂得 這個Dreamweaver應該大家都會用啦 我想這個應該算最基本 開發網站 最基本的一個工具 那首先的話 你們如果說要建立 特別注意 第一步一定要先從網站開始 一定要先新建網站 你一定要是一個網站 它其實一個APP就是一個網站的概念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會做網站的話 你基本上就會做APP 所以以前小學生會做網站 他如果稍微再轉一下觀念 他就會做APP了 所以可能再過一陣子 連小學生都會做APP 所以做APP不是太困難的東西 但是做出來的東西可能目前 還是靜態的比較多啦 那動態還是要寫程式 所以你們的定位 所以恐怕要想清楚 而且這個開發工具太快了 比我們的還要快很多 而且做出來又美觀 所以第一步 你們新建網站 特別是新建網站的時候 我已經先把它解到桌面上 所以這邊的話 你們可以給它一個名稱 比如說叫做 Google Map好了 然後區別一下 比如說這個Google Map的名稱 後面的話呢 加個底線好了 叫JQuery好了 OK 然後 因為我好像有建一個2 然後呢 我是把它解到桌面上 桌面上面的話呢 就會有一個 我的這個剛剛的資料夾 就是 Google的那個 剛剛有解一個 就是在桌面上 Google 在這裡 Google Map的JQuery 然後把它按儲存 好 第一步一定要先建 如果你沒有建一個資料夾給它的話 那它 就沒有辦法run 那裡面的話 我有放裡面的index 你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 基本上 我們主要的結果就會看得到了 那基本上 如果你要使用 這個JQuery來開發 第一個index打開 你可以看到其實它就兩個page 一個page的話 就是首頁 一個page是什麼呢 就是顯示地圖的 兩頁而已 那這兩頁以前 要在那個sdk裡面開發的話 你必須要建兩個view 加兩個activity 但是在這裡的話 它就是一個頁面 就是index 那裡面的話呢 那這個list view 只要建什麼 建一個 就是項目符號 再給它名稱 你可以從那個這邊 去更改它的名 它這個地方 再給它一個什麼 再給它一個那個 JQuery類別 這邊的話 把這個地方 JQuery的部分 展開來 其實就可以針對它 做一個設定 它就是一個什麼呢 它的data role 就是一個list view 然後 顏色的話 C的話 它有五個顏色 就是黑 藍 銀 灰 黃 黑 藍 銀 所以它五個顏色 那這邊如果改C的話 它就會是 黑 藍 銀 銀色的 如果你要更改的話 其實很快也可以做出來 那其實我覺得它最厲害的地方 它不用模擬器 你可以怎樣 點下去之後的話 可以看到即時 而且如果你要變更它的話 你可以甚至怎麼樣 很快的有沒有 去比如說我想要把它變成黃色 list view 要變黃色的話 非常簡單 你把它C改成F 它會鋁肉一下 這個地方呢 就會馬上顯示出它的結果 有沒有 我把它改成F之後 Data Simming改了F之後 就換一個顏色了 換一個樣式了 如果你要再改其他顏色 它也可以馬上幫我們做變更 我覺得這地方 如果跟Android開發比起來的話 這個地方算是強很多的 比如說這個是改成黑 A是黑色的話 那會很快的可以馬上去做變更 如果我們SDK模擬器也可以做成這樣的話 那該多好 可以 就是馬上可以看到結果 那做完之後 其實這裡面也可以馬上開 不用在瀏覽器裡面 點下去之後的話 它可以跳到哪裡 跳到這個 這個是一個 一個DIV 這個DIV裡面的話 就會把我們地圖載入進來 並且載一個地標上去 而且圖這個地方 也會可以讓我們變更模式 另外一個小人也會出現 所以地標也會出現 地標可不可以點擊 其實可以 上面我有做一個地標 叫集合地點 點擊它的時候 也可以跳出訊息 大家在這裡集合 有沒有看到 也是可以做到 就是Marker跟Listener的動作 在程式裡面 各位可以找一下 JavaScript部分 另外呢 我覺得它比較強 就是這邊有個小人 有沒有 直接拖拉過來就可以 但是我們現在是在 等於是用瀏覽器 就是去模擬的 實際上在手機裡面 看到的結果 也類似像這樣子 所以應該是不會有問題的 OK第一個 那如果說我做好之後 想要把一個網站 放到我的Eclipse裡面 變成我的專案的一個部分的話 要該怎麼做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可以先試試看 好了 先把那個 因為這個工具 應該大家都都有吧 我是把它放在那個 我另外一個空間裡面 有個Dreamweaver的這個 這個 那你把它開起來看一下 裡面的大概的 介面部分的就是在Body裡面 那程式部分的話 就在上方 其實還有一個是那個 一個CSS 主要是針對什麼 針對那個地圖裡面的CSS做佈局 比如說包含這個地方 可能可以改的部分 像是這個WISE WISE部分 如果說 像我上次有跟各位講過 這邊如果說你要更改成 讓它自動調整寬度的話 符合每一種Device 那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做一個簡單的修改 那修改的方式 非常簡單 這個DIV 就是我們將來要顯示地圖的位置 那它裡面有CSS 其實會不會很方便 它會看到這邊有個CSS 針對這個DIV 進MAPDIV 去做設定 那你可以把它點兩下 或者右下角這邊有一個什麼編輯 這個我想 應該各位 如果常用那個Adobe的軟體 應該都會很熟悉這種方式 那裡面的話 它有一個方框 這個方框多大呢 WISE如果說你要把它設為自動調整的話 這邊有個AUTO 你就把它設AUTO之後有沒有 將來 它就不會固定在280了 你如果把它即時看一下 那這個地圖 就會隨著我們的拉大拉小 自動會調整 那這裡面當然可以自己再去調一下 我想這個只是一個Sample 我覺得這個範例裡面 可以改出很多花樣 而且這一點 光這一點就已經很棒了 為什麼 因為光我們要自動讓地圖調整大小 有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方便 但在這裡其實很方便 它可以符合每一個 那底下有個Netbar 這個Netbar的話 也就是說 每一支手機反正都在下方 它固定在下方 地標也會出現 OK 這些都有 而且調整這個也很簡單 不用再額外寫 它自己又出來了 OK 第一個 各位了解一下 那程式部分的話 我們都會寫在上方 就是在那個JavaScript的區域裡面 基本上JQueryMobile的那個 它的一個結構 我把重點跟各位講一下 以後如果各位想要多了解的話 一定 就是說呢 這邊有一個 錢的符號就表示是 JQueryMobile的它的那個物件 大的物件 你要去使用韓式庫 就是 就是一個錢的符號 那裡面呢 我們會做什麼事情 這邊 這個地方 實際上 這個Function 的主要作用有點像Uncreate Uncreate的時候 我們做什麼事情呢 裡面 我們會去連結 這邊會有一個所謂的byte byte是連結某個事件 什麼 就是畫面上面 這個也有 我們畫面上面那個 DIV名稱 我叫PageMap 然後要連結到哪裡呢 連結到後面的 這個是個事件名稱 叫做PageShow 當我PageShow的時候 要去連結什麼 連結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叫GateMap 那GateMap 各位可以看到 在下方 所以它的結構 上面是一個Handle 一個實做什麼事 下面就是它的方法 所以方法名稱一定也是 方選開頭 然後一個方選 後面小瓜糊 然後大瓜糊 裡面做什麼事情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自己再看一下 裡面的程式 應該有Jama底子的話 看這個應該不是太困難的 其他也是一樣 是要取得一個Point 對不對 這個Point部分也是一個 Letitude跟Londitude 這個架構很類似 好了之後的話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就是怎麼樣把這一個東西 把它放到我們Eclipse裡面 跟我們Eclipse融合在一起 完全看不出來 OK 這裡的話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那這一個 我們把它當成是一個專案吧 這個專案的話 是放在 你把它當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是放在 雲端上面 也是第14章裡面 那各位可以找一下 就是在那個 目錄底下會有一個叫做 Google Map底線 JQuery的一個壓縮檔 那這個壓縮檔裡面的話 就是我剛剛秀的 你們可以把它當一個Sample 裡面基本上會有五個地標 五個地標 那當然裡面 你也可以把裡面的地標 改成別的 或者你要做第六個 第七個 第八個都沒有問題 很快的可以做出來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就是說 除了用這個方式來做 比較一下 如果在 我們的 Eclybps 用SDK來開發 也做得到 但是如果要做成像這樣子 恐怕 有點 也是可以啦 只是說 長得會有點不太一樣 Listurview 它那個圓角已經都幫你做好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把 Listurview 改成圓角 恐怕是一個問題 而且地圖 光那個小人 接近 這邊就已經內建了 然後 其他的部分的話 就大家 那這裡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了解一下 不一樣的開發環境 他們有不一樣的結果 啦 好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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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